三大运营商现在来看 其实大家的目的有所不同 从中移动来说 它已经离开了一个高增长的阶段 现在进行稳固发展和创新 和抢在新科技的一个情况 从联通和中电信来说 自从重组以后 业务在无线通讯的业务上面 可以有大展拳脚的一个场所 撇除这两间公司的一个 在初级阶段有比较高的开支的情况来看 整个将来的业绩来说 业务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潜在的利好因素的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三级业务 在国内的业务的运藏量和潜力是非常的巨大的 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 首先以联通以一个 比如作为苹果公司产品的一个独家代理人 这个角度来看 在这个市场上还是非常有买点的 而且从最近联通的股价的表现来看 应该是在很长一段是整顾完之后 会股价有一段比较好的一个声浪 从中移动的股价来看 它的预测市运率大约是在十倍左右 整个蓝筹股里面算是适应率最低的 而且可以说是比较落后于大势的一支蓝筹股 从最落后的角度来看 中移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